我特别理解他这个心态 我第一次录《明日子》的时候 真的是在台上 完全不知道自己干嘛 就怎么能差成这样 音准也不在 完了拍子也全部落掉 前四场都是这个状态 我当时怀疑说 我这几年到底干什么 就是 我是不是啥也没干 就什么都不会了 但后来才知道 所谓这个什么 上舞台与不上舞台 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他可能会紧张 这些会让他 就完全平时的实力 都反复不出来了 是的 我觉得他最不应该的是 在这个阶段 就否认自己是不是适合 你可以觉得 恨自己没有表现好 或者怎么样 但是他不是说 今天来尝试一下这件事情 尝试这两三天 他是学了这个专业 才第三天 他就觉得我可能是真的不行 我觉得这个结论 对自己的否定来得太早了 对 这是我最心疼的一点 但他我看到一个 很可喜的地方 他愿意再 还有一位律师 还没有下班的时候 敞开自己的心扉 去跟那位律师去交流 而且大家都说 就不能在职场哭 特别身为一个男孩子 他愿意把自己的脆弱 暴露在很信任的律师面前